订阅本频道不错过任何诚意资讯 纯响见面会开始台上有椅子 后面诚意上台后椅子却撤下去了 就为了让果果们看得更清楚一点 她对果果们的爱真的藏在每一个细节里 看到林晓发的微博 我才反应过来 在纯响直播前镜头扫到台上时 是有几张沙发座椅的 可是诚意上台后 这几张沙发座椅却被搬下去了 原来是林晓跟诚意对台本时 诚意建议把台上的沙发座椅给撤下去 因为当天到现场的人特别好 她想站着让大家看得更清楚一点 诚意还跟林晓说合影环节时 能不能下台去找一个离果果们近一点的地方 她真的有把果果们都好好的放在心上 所以到了合影时 杨总和林晓还在商量着在哪个位置合影时 诚意都在想着从哪里下去了 诚意他每次看到果果们来看他 他都特别想跟他们打招呼 还记得疫情的时候 好多果果来看诚意 诚意看到了就特别想过去跟他们打招呼 但是却因为疫情原因 诚意过不去 他心里内疚了好久 还有在21年生日会的时候也是 诚意本来想坐在台阶上 像朋友一样跟果果们聊天的 但是听到后面的果果们跟他说哥哥 我们看不到的时候 立马就站了起来 他真的就是一直都这么好 从来都没变过 诚意总会时时刻刻地想着果果们 果果们不远万里地来看他 他就想让大家尽可能地都看到他 让大家都不白来 我们喜欢的人果然是最心软 温暖的人 节目最后 希望小伙伴们订阅本频道 本频道专注诚意的新闻资讯